我都是设定在27度 我们通常都支持搭配冷气用 如果你平常需要花30分钟 去达到这个温度 就是一样的习惯 你加了循环扇之后 一般来讲至少能够省一半的时间 每一个风罩这个设计 有没有就都不一样 它都是螺旋式的 让风可以一直螺旋在同一个方向 搭配冷气就能让同个空间 整体快速达到降温 循环扇堪称最佳省队友 而一般住家最常见的 则是眼前的指令式电风扇 因为构造不同 连带耗电量也有近人落差 换算成每小时耗电度数 传统AC交流电扇0.08度 对比DC直流电扇超过2.6倍 它的风量的段数比较多 这个很低速 然后这是最强的 对 你这个可能用电扇就蛮多的 这个如果用电扇我们叫做100 所以用电扇可能就是40而已 所以省电差就没办法去判断 对对对 私生电机科老师实际拆解两款电扇 带我们找出耗电的根源所在 至于传统马达则是线圈结构 这个它构造比较简单 因为它直接就用110的电 直接就抓110的电来用 如果这个效率如果到达92% 那如果是85%的效率的话 那你剩下15的有可能是用热量的形式 或是其他形式把它消耗掉 造成传统马达容易发热 导致电力耗损自然挂上耗电名声 但价格上DC直流电扇贵上许多 荷包想先审或后审 还是回归到消费者本身 大约新闻稍事节天志中台北部导